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透过声光效果转折刻画台北城市的心情及变化 给民众前所未有的声光视觉饗宴 这是两个北市地标首次合作共演 在台湾灯会期间每日下午5点15到晚上9点45 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极力推荐必看的灯室之一 在台北市我们举办台湾灯会 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从我们信义商圈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国附纪念馆松烟文创大巨蛋 到东区商圈 一整个廊带都有各式各样的灯室 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区也都有主题灯室 那这一次我们未来展区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信义商圈 以及四次南村 我们结合了时尚潮流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样的这一次台北市政府也与台北101合作 我们将会有长达五分钟的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来欣赏全世界最高的花灯秀 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 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文资团体台北 这一次未来展区的热闹 此外灯会也洗手LINE 以智慧城市策展概念出发 呈现多元内容 打造城市观光与灯会互动体验 胸大与胸赞难得同台卖萌 陪大家走访灯会 有关于我们整个灯会 从所有的导览到我们的灯区的介绍 到整个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种资讯的提供 在LINE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还没有来灯会之前 你就已经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 透过策展的内容规划你来台北灯会的行程 而你一旦进入到台北灯会的四大灯区之后呢 还会被我们在现场所布置的 350颗LINE BEACON蓝牙讯号发射器 为您做灯会的四大灯区的一个智慧推播 包括灯区的介绍 包括现场的美食 包括周边的商家的踩点优惠 以及进出灯区的交通导览 各种辩明的资讯 都可以经由这一个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机的LINE里面收到 我们希望提供民众这样一个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从线上到线下的一个灯会的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体验 我们也非常兴奋 特别带来我们LINE FRIENDS的明星角色 熊大和他的朋友们 来和我们市政府的超人气吉祥物熊赞 联名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商品 联名的贴图等等 睽違23年台湾灯会再回台北 横跨多个城市地标 官船局长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 形容这次逛展全新体验 那这一次跟其他的灯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 就是飘移到各县市都是一个空地 无中生有 大家好像觉得一次吃到饱 可是台北灯会就不一样 他横跨五个捷运站 忠孝复兴 忠孝敦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他就可以忠孝东路走九遍 其实表示说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他的涵盖内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样是 以前因为是一个空地 他没有地景 他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台北灯会呢 基本上就能够 你可以看到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可能跟国父纪念馆交会 你也可能跟101交会 你跟我们台北很多的地标交会 那同样的在城市行销里面 他的效益更大 因为其实台湾灯会是一个国际品牌 那在这疫情三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国境的没有完全开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见 那现在我们台湾国境已经稍微开放 可是国际市场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国际观光客来到我们这 那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又结合像我们这一次城市型的规划 他跟地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随着大家分享的照片 他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湾台北就是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不同 应该在于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跟国际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湾欢迎大家 那当然从饮食来说 以前空地无中生有 只能靠流动摊反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东区 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档的 你可以坐进店里面 好好的去享用 所以这一次其实 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销 跟美食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五号灯会正式展开 作品超过三百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联周边美食 街道风景 独具魅力 民众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灯会展区 漫步欣赏艺术入景的特色作品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三二一请合照